那三月中旬的時候 開始出現發燒鼻塞肌肉痠痛等症狀 三名童住家人都沒有相關症狀 也檢驗陰性 傳染的來源 還是最可能是透過直接接觸 豬而傳染到 當初因為檢體無法順利分行 進一步檢驗基因定序 所以確認是存在豬隻之間的流感病毒 其實之前在中部 也有兩名女童曾發病過 她們家中都有養豬 但這回發病的少女沒有 不過三人居住地 接觸的養殖場都不同 分析飼料 豬隻來源 還運送車輛路徑 認定三案沒有關聯 受醫強調豬流感和人流感症狀非常相似 燃病的豬也有發燒情況 不過養殖場工作人員都有防護裝備 建議非養殖戶的人 還是盡量遠離才能保護自己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也不要忘記收看華視新聞雜誌喔 感動不溫 李宗盛 wh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